那 那个 何敬文怎么样了 我这回就是为他辩护 当然我明白您是法官 我不会让您参与进来的 这点我懂 我必须要承认 当年的何敬文 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 但是 但是 是我们把她逼成了 现在这种身份的女人 我不相信 一个内心真洁的姑娘 会因为一时的困难 就去做妓女 你知道何敬文 为什么没有父亲吗 因为她的母亲 是被人强奸以后才生下了她 当年我知道你们的亲密关系之后 曾经做过调查 是她的母亲亲口跟我说了这些 从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阻止你们 罪犯的后代就一定是罪犯 贵族的后代就是贵族 那么贼的儿子就一定是贼 很遗憾 在我这些年接手的案子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如此 按照您的论点 世界上所有的法律 都是为罪犯的后台预备的 是对他们有帮助 这就是您常说的公平和正义 让有邪念的人不敢有邪念 对从无邪念的人来说 就是公平正义 法律不是宗教 无法让人立地成 我一定会为何敬文辩 我相信他是不罪的 是 姬爷啊 我为什么总是不能阻止你 去做冲动的事情呢 是不是我以前做的事情 太让你失望了 叶敬奇给您的那份 历时连锁的名单 您是不是交给了别人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 很多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很多人都撤出了那份名单 我想知道 这就是您所提倡的 法律精神吧 是的 我认为可以召开一次何一婷的会议 特殊的案件可以特殊办理 通知其他的人明天一早 到法院去开会 对 我愿意由我来主持 都没有人 到法院的家里 尽管 我不得了 叔叔 你看我画得好吗 你就是我的小神笔马良啊 老师 死了 看着人 侯主师 出来 有人要见你 是田探长还是叶律师 比他们都尊贵的人 出来吧 田探法官 人我给你带来了 贺景雯 你还认识我吗 怎么可能忘了 你还好吗 来 请坐吧 真像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啊 我们真是有缘哪 我上辈子可能是个恶人吧 犯了罪 所以这辈子我还要跟您再见面 这也许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你还在抱怨 抱怨会让人失去了善良的东西 我的善良 我的善良早就在那天 您让我拿掉孩子的时候 已经被扼杀了 也许您认为我们有缘 我们之间也是孽缘 可能在您眼里 站在您对面那是个可怜人 需要你们的帮助和拯救 但是在我心里面 您才是那个最可怜的人 田大法官 我可以走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女人 简直是不知好歹 完全不能珍惜你给她的机会 人在这里边待长了 都会失去理智 不要为难她 她要是知道您给她带来 这么重要的好消息 她一定会为今天对您的态度 感到惭愧 不要希望别人会对你感恩戴德 只要做到自己内心无愧就可以了 综上所述 嫌犯何如是 犯有刑法第21章第283条之杀人罪 判处你无期徒刑 积押期间 时间 进入刑期 何如是 你如果对法律判案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以在十日之内提出上诉 过时 即认为你放弃法律 谢谢她 你的确应该谢谢法律 如果不是法律网开一面的话 按过去的刑律 你最该当斩的 那我真该谢谢你们的法律了 谢谢她对我的宽容 我找你 躲着我干嘛 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只祸害我一个人 那么多人你祸害他们的 我这最后一次了 以后就不祸害你了 我是来辞职的 干嘛呀 大中午的就喝了 你看我像喝的了吗 我跟你说啊 你别闹了 这个市长不是今天有活动 我得去执勤吗 不不不 我跟你 我没跟你闹 我呀 要为何如是辩护 所以必须得先辞职 那何如是的案子已经判了 判了 我最后一次庭审没开始 怎么就会判了呢 这 刚判的 那判决书还没下来呢 马上就下来 那混蛋 这是妄法的行为 你不懂吗 不是 怎么判的 你也别骂人 别激动 我得执勤 好 说李总躲着我 站下去 你为什么不让进 对不起 叫什么名字 我要同行 进去 进去 我要进去见田耀城法官 对不起 今天市党部在这里有活动 任何人都不能进 你是新来的吧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不想干了 我也是刚知道这个事情 是法院里的书记员告诉我的 我还给了他点小费呢 你说 这个案子 还没有开庭就解案 这是违法的 我告诉你 我要在这儿等着田耀法官 等见到他 我要先来请教 他你一定会找出来 所谓的特别的原因的 我就不信了 在这么明显的事实面前 那些所谓的 何一廷的法官们 还真的昧着良心 把侯氏给逼死了 你什么意思 老哥哥 老哥哥 能不能过来赏个脸 一起喝一杯啊 这位小兄弟 你们还有什么可占的 这牌还没卷呢 人家把底牌都放在那儿了 你就是负责翻牌的 你不翻了 体现不出人家的手艺 也体现不出人家的成果 但是 你翻了牌 那底牌都给你备好了 输定了 照你这么说 那当初法人直接判了 不就得了吗 那不行 那不就体现不出来 走法治城去吧 我怎么感觉你说了 好像得没说似的 老哥哥 我这个小兄弟啊 年轻 那心无芥蒂 刚才的话确实有 冲撞你的地方啊 我发酒一杯 于是请醉 我也发一杯 这喝酒还能算成不醉 喝酒 是仙人们都羡慕的事 那您您今天来一个 仙人指路 给我们指点一下江山 来 请坐 老哥 来 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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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点谈不上 但我就知道 特别想要什么的人 就是他们最怕什么 不要脸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呀 脸啊 你们这案子 常常有人在这儿意论 拖这么长时间为什么 为了脸 他们不要脸 不代表他们希望别人说他们没有脸 田大法官 现在都被他们逼得下了场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他们需要田大法官 给他们撑脸面 给他们撑脸面 那田大法官也要脸呢 那田大法官也要脸呢 他一世英明 不能为了这个案子而不要 不能为了这个案子而不要 脸是什么 脸是给别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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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众人看的 是给众人看的 怎么能让众人 看见这些脸 宝舍 只有宝舍 能让众人看见这张脸 宝舍 就是镜子 老哥 圣明啊 你们怎么能让宝舍 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能太不要脸 舆论监督 我要让全上海的读者 都知道这个司法仇案 你们有几个报社 有几张口 我可以让这些 有正义感的报社 都跟我们一起 做这件事情啊 那你能保证 你们口比他们多 比公家的轿的响亮呢 不能 不能 对 要想让报社 怎么样让他们都觉得不能太不要脸 你们不能光接短 那得有捧的 那得捧的 有的人说 这个案子被告员 那就得有人说 这个案子田法官正直 得捧的田法官呀 自己都觉得不能下狠手 得让他自己觉得呀 他就是好人 就是圣人 得让他觉得不能做得太绝了 只有这样啊 那你小妞的命就算保住了 这就是捧杀 百事不爽的无敌攻坚之计 老大哥 你也太盛名了 我帮你没事 来来来 给你加点 加点 百事 百事谈不上 我就比老混混老送棍 我是被人耍的次数多了 见识就多了 好 那兄弟 你好像有什么想法 老哥哥 你觉得我们 还有走向法治社会的希望吗 有你们这些 不死心的人 便有希望 你们别以为 田大法官是救世主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救世主啊 要救自己 只有决心和坚持 有了这些坚持 小人物 抱成团 汇聚成大力量 有了这样的努力 你 上去 小看 愿解了 我们要做的是有态度的新闻 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难看的 我们的文字一定要犀利 用词一定要准要狠 我们这个报纸 一定要让所有的事物 都能够看好 让他们都注意到这个报道 让所有的民众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标题就叫十问好吧 然后在实位里面 我们鲜明地提出 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关题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何如是的经历 我们一定要同树一帜 他们就算再强大了 我们也不能让行 这些坚持是对的 看 看 看 这是事情吧 就这样行 别问题 田长 田长好 好好好 把所有起哄进出的人 都给我登记下来 都给我登记下来 拾问蓝香书役案的司法公正在哪里 怎么样 这标题显亮吧 你这是把得罪那事都揽过去了 对啊 捧刹的文章让他们来做 我来得罪人 其实我文笔还挺好的 我只是没去写小说 我要是写了 读者肯定也不熟 我就求疑点 我要让所有读者看到这个报道 就放不下这个案子 我要让街头巷尾的人 都在议论这个事情 他们要脸皮是吧 我就把他们的脸放得大大的 我让他们无法遮羞 无法坐藏 很快 叶敬奇的目的达到了 蓝香书役的案子 成为了街头巷尾 满城进坛的话题 司法公正在哪里 买报报纸 卖报 卖报 十万蓝香书役 司法公正在哪里 哥 没想到叶敬奇 改行做了记者 比做律师还厉害 你看他这文章写的 太棒了 叶敬奇听到你这个评价 他未必会高兴 他这个前十万 那肯定还有后十万了 我这样看看 这后十万是什么 肯定更棒 天生 这局点还没趣呢 对 他这个前十万把咱们局也问一句了 我估计现在股局呀 特不爽 好 老天 你看了今天的娱乐报吗 我正在看 言辞是不是有点过激了 一个小报纸让他喊一喊 没什么可怕的 毕竟要让人说话嘛 可是我们总得急躁风范吗 再说了 他的影响力不大 现在就下令查封过于草率了 而且容易适得其反 那我们就尽管其变 好吧 你这不是一群混蛋吗 你凭什么把我牵进去啊 愣说这案件没查清就结案 这么胡说八道 一帮人 行行行我气大伤身 谁伤我我就伤他 我要坚持寻找尚未结案的答案呢 哪儿呢 哪儿呢 我跟你说啊 他要再胡说八道 我敢把他报纸封了你信不信 好啊 你看人家这个报道 这篇文章正好击中了你的要害 人家一定会高兴的 这事田大法官可出面了 谁敢闻难他呀 反正没有找到答案之前 我会一直寻找下去 老田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保证不了姓业的安全 一个警察局都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 您好意思说出口 姓业的遗卵击尸他活该的 如果追求真理是死路 我愿意去复死 是 局长 局长 报时记者又来了 要求采访您呢 您 告诉他们 让他们一个个儿滚蛋 以后谁挡着了 来一个我抓一个 是别给点不要脸 是 是 不错啊 叶锦齐这小子 是个人物啊 没想到文笔 越来越雕 越来越犀利 但是很可惜啊 用词不够准确 欠缺一些力度 文峰呢 还有待商榷 对 组长 这些都是报道这个案子的 有的还有漫画 不提示 可惜我们叫例行社不叫文化社 如果我们有一份报纸的话 我真想用笔跟他们聊聊天 叶主编 小弟给您送饭来了 谢谢兄弟 太贴心了 沈姐吩咐让我多照顾你 她最近有点忙 就不能亲自来看你了 是吧 能够认识沈曼是我的大姓啊 是她告诉我 让自己知道了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人 她最近怎么样 她最近很好 她去了一趟外地看了看 她看到了属于她自己 自由自在呼吸和工作的地方 她说世界也有了一块净土 是吗 很羡慕她 那我们也好好的把这儿清扫一下 尽量清扫出一个清凉的时间 好 没问题 快吃吧 我听说你是帮人写状子的是吧 五块钱一份 那你帮我也写一份吧 那 写 先生是 专跟阎王抢生意 你 坐下 写 作为一个老素棍 不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扶脚和到别人的事情中去 那就是糊涂 糊涂并不可怕呀 其实反而可喜呀 难得糊涂吧 按理说应该为你感到高兴才是 但可怕的是还要 装明白 那就不好了 您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让你慢慢地了解一下 那就 可以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走 别 别杀我 别杀我 杀了我 会辱没了您的名望 我现在就是一个最低等的批民 批民 您就拿我当个批 犯了吧 好歹你也当过推士 怎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自打别人把推士改叫律师以后 我就完了 我知道我这次多事了 我糊涂 我混蛋 把放了 就求求您了 滚吧 以后在上海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懂吗 懂 懂 这种人早就该死了 你马上把这个送到印刷厂 这里面的错别字 一定要把它改过来 好的 你放心好了 我现在就去 恭喜你 叶律师 你不做律师是对的 你做携手比做律师更合适 有没有人这么说过 谢谢 说实话 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看来 我做律师真的很失败 还记得我们上次 推薪制服的谈话吗 来 我这儿 有进步 上次可是有点怕呀 不怕都是从怕走过来的 不过我也得感谢你 你成功地把我打造成了一个不怕的人 不错啊 不错啊 你的口才和文笔 同时取得了进步 我答应过田基也不碰你 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所以你今天就是来展示自己的诚信呢 不是 不是 我是来告诉你 我帮你搞了一些仪式 什么仪式 笔有笔仙 谍有谍仙 文章有文章仙 我每天帮你杀一个人 为你成仙做祭祀 那 刚才那个小西福 就算是第一个了 现在他可能已经失踪了 两条腿已经在阴阳界上跑步了 你不能这么不斯文 你放了他 他跟这事无关 我没和他说这事有关的 往弥洛讲里扔粽子 并不是粽子和屈原的死有关 只是为了祭祀 我还报警 我要告你滥杀无辜 好歹你也是学法律的 讲人证物证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当然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这不需要问十问一就可以了 你什么时候不闹了 就什么时候不会死人了 你的这些朋友员工的命 就都在你手上了 他们可以有各种 离奇巧合的事故发生 他们死的方法 不比你文章缺少想法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以前也是学法律的 你这完全是背叛 我没有背叛 我在执法 你觉得是哪家的法 你说呢 好了 决定小西服生死的沙漏的沙子 已经流光了 再见 你们干什么 你让我看见 ук 你让我看见 哪儿 你们小西服 我们快走 怎么走 有我们有损 那我们快走 他就想过 你这身西装不像是在裴隆盟定制的 我看这质地款式 就差了很多呀 你把我抓到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你说呢 我违法了吗 那是警察局和法院该管的事 那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你刚刚提了一个学术问题 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都还没有提出问题来 你就知道我要询问他在不在了 还是多看点法律的书吧 他可以教会你什么叫逻辑思维 你找沈小姐你找我干什么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他不会什么事都告诉我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自由落体垂直下降的速度很快的 我恐高 正常 像你这样 不恐高才习惯的 我 我 杀了我吧 你真这么想 我可是一个特别尊重别人选择的人 我 我 我要自由 好 好 叶俊齐 叶俊齐 我刚刚去印射厂 他说你把那篇稿子撤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李炳君来了 我没办法 他要杀人 他要干什么 他要杀人 救命 救命 你跑出来了 我 我差一点就死了 这样 你把这篇稿子送到印刷厂去 我开车快 我去 你没事吧 来 没事 那你 还把裤子还给他吗 背车 是 你 想把裤子还给他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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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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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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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我明白 我只是作为文学社的文艺青年对一篇文章好奇想找他一下而已 你误会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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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